來看這什麼這個MeToo的運動 無關是政治 基本還是學習界 都是有什麼團出 說成熟了相關的質疑 無後報 選報說 未來政府檢討超過一百三十項 將報作的重點 增加鐵肺的基劑 歡迎臨死活 有哪開始在進行這個 生肺三塊的習慣 今天有哪告訴你 歡迎進行專案報告 葛比順 那在公開演出教學過程 更容易因為界線模糊而受有心人士冒犯 檢出部的工作者 可能做過的性病困境 MeToo的議題所在拖開 不就讓藝文工作者 弘志控說 利用關係最素料 最沉害 文化保守院在十七宣佈說 全民來檢討超過一百三十項 將報作藥點 增加鐵肺的基劑 並且放零 暗命 還是第三者 來檢視修理的條件 不過要怎麼來接平 還有很多因素要考慮 多數的補助案都是發給一個議員團隊 或是一個計劃案 那怎麼樣去認定這個補助跟撤銷的廢紙 那如果是個人的事件 對於合作的團隊或是廠商 有沒有相關的求償措施 不是讓名單的認定 你要放在定驗 還是放在這個當事人承認 這個可能都需要一些時間來研究跟討論 團隊有一百個人 然後怎麼樣過程 也許他已經執行的部分 會去特別關注的一個 其他議員工作者的一個權力 文化保標是說 若是有違反六甲 性病相關的發令 可以看進行來貼銷 或是說飛機補助 並且堆毀部分 或是專業的補助款 目前相關的討論還在進行 會把各方的意見做精力 並且在最近 立法院有來特殊性病三法修法 六甲團體也點出現行發揮的老康 路團體出包含 境外違反也應該修法 固定可以委託公會來協助申訴 性病不可以抗家路動條件 頂六甲訴求 希望這邊的修法 可以來補足現行制度 不夠大的所在 強化路工補中 記者綜合報道